哈囉,這是我們在巴黎島地域旅行的第二集 用我們的方式記錄旅遊的一切 還沒有看過上集的可以點資訊卡看看喔 對方向內,就不提走 我會想看以往的程度 還是看得到有什麼方向 我會想看見要看在本土地上 呷,這裡的機場 我會想看這個很好了 我會想看這個月 你會拍檢nesday,在這裡 我會想看這個月 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 准备出发前往今天的旅程 旅途会经过很多庙宇 在这里有超过1万座以上的大小寺庙 几乎家家都有庙或神龛 被誉为众神之岛 而交通方式 有不少人会选择租借车子或摩托车 一天只要约台币200元上下 但这里的路真的不大 第一次来不熟悉路况的 也可以使用Grab叫车接送 操作界面跟Uber很像 也可以使用机车接送 看起来好新奇 中途去一个司机个人推荐的私人景点 这就是咖啡花 从罗布斯塔 之前变成棉花 你可以尴尬的味道 尴尬的味道 陆陆续续又带我们参观了好多植物 都是他们自己种植的 刘营 在这里 我们购买了1斤 我们先凑一斤 然后浸在一周 就像柠檬 然后我们继续 中间的咖啡瓶 之前混合 對 像這個 要攪40分鐘 對啊 巴黎島陰氣候、土壤的緣故 種植了不少咖啡 也成了當地的特色伴手禮之一 人區內也有巴黎島旅遊場出現的高空蕩鞦韆 喜歡的人可以另外付費挑戰 介紹完咖啡的製作過程及整個園區後 老闆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們去試喝免費的咖啡 本來以為是一人一杯那種 沒想到居然連續上了18杯各種口味的咖啡 而且真的完全免費 這個就是咖啡 這也是咖啡 這個咖啡 這個咖啡 这个这个还不错耶 and for a cup 芝麻 tea is strong Strong You can taste 味道不要壯 香味很壯 Strong 超级可爱的射香猫来了 射香猫在新闻的报道 都是被关起来不停地吃咖啡 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但这间对待射香猫非常的友善 屋顶上还有躲起来照顾宝宝的妈妈 这边的环境很清幽 店员很友善 也不会强迫你消费 有经过可以下车休息一下 非常值得 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布拉坦水神庙 竣工于1633年 位于海拔为1200米的布拉坦 是巴厘岛中部灌溉的主要水源 下雨啰 四面环山的山中湖 是作为因火山作用而形成的火山湖 因地势较高 也经常下雨 巴厘岛寺庙顶上的宝塔 越多层表示地位越崇高 而且塔只能是基数层 最多11层 水神庙就是高达11层的塔 水位高时这项漂浮在湖上 也是5万一米顿背面的风景哦 儒庙除了祭司以外 其他人不得接近 我们就在旁边的湖冰公园逛逛 也是非常漂亮 门票为每人7万5Ruby 相当于只要台币的155元 包套方案放到最后在一起统整 记得看到最后哦 就是司机借我们的雨伞 在出去逛衣服的时候被偷了 我们后来也给了司机小费到平常 旁边的商务 别人切成功 商务 买了买了什么 佐金 佐金 ese金 the 150元 对 OK RT 去年轻的老板 早上行程比較多 到午餐時已經是下午2點半了 因為是包在整片行程裡的 還不知道會吃什麼 期待 我們現在要走去吃飯 跋山射鎖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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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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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我们还去了 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梯田 这个地方真的要亲自用双眼 才能体会它的壮观 所以就留给各位自己去体会啰 我们来的真是时候 导游说这是巴厘岛最美夕阳 走完了右边的海石洞 接着前往海神庙 我们现在要去海神庙 在海中间的庙 海神庙每天遇到涨潮时 庙体本身就会像漂浮在海上一样 很幸运我们到的时候 刚好遇上退潮 加上无底西洋迷景 才有机会以近距离观赏海神庙 一扫早上遇到下雨的渔闷 庙体本身是不开放游客进入的 大家都在岸边拍照留念 但是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被海浪迫尸的状况 其实是还蛮危险的 今天的行程就这么结束啦 今天是巴黎岛的深度文化之旅 对文化有兴趣的很推荐哦 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我们一天的行程 如果是第一次去巴黎岛的人很推荐 门票大约350元台币 加上司机全日接送 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 到景点时有时还会顺便介绍 有时候会放你自己去逛 完全没有压力 基本上在当地游玩都是以包车方式为主要 熟悉路况后 未来再自行租车都能玩得很尽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